大家好 封面上这个画的呢 就是斯托雷平那个囚车 这个士兵就在这个货车的这个车厢的尾部 看着这个用铁丝网和这个铁栅栏 一个个囚的一个小格一个小格的这个囚犯 我们接着说啊 这个雷光汉呢因为这个会的俄语不多 所以呢跟旁边这个屋的那个囚犯女囚犯啊 他们只能在这个纸上啊画画 来表达这个要表达的意思 互相递这个条子 反正呢就雷光汉觉得在这个塔石杆啊 被关的这一个星期是最不觉得寂寞的 一堆美女围着 有一个女犯人啊甚至跟他说 呃在这个几星期前这里关着一个男犯人和一群女犯人 这个男犯人呢是个大学生 嗯算是正式犯 他父母呢是当官的 呃应该他是很有钱的 于是呢这个大学生啊就买通了看守 他那个小牢房呢就没上锁 呃这个大学生啊就白天晚上的就跟这帮女犯们混在一起 这个大学生身上还藏了一大笔钱 于是呢这些女犯们啊全都躺在那个呃 牢房的通铺上哎随便你愿意找谁就找谁你愿意给谁钱给谁钱 雷光汉一听这这这这不是暗示我吗我身上可是一个路步都没有 这个这帮女犯就说哎呀我们不要你钱 嗯我们都愿意赔你 嗯还会给你钱 可惜呀 谁也没法打开雷光汉这个小牢房门上的锁 这个监狱长呢是个俄罗斯的大卫头发呀都花白了 他呢就派这个士兵啊把这个雷光汉带到办公室去谈过几次话 嗯用这个咖啡呀和好烟呢招待他 监狱长呢就翻开了一个厚厚的一个苏联刑法的那个大点 指着其中的一条跟这个雷光汉说 你呀犯的是非法越境罪估计得判三年徒刑 呃我部下也有士兵偷偷跑到伊朗去的 伊朗呢把他们都给送回来了 所以你跑也没用 这个监狱啊 嗯很喜欢谈这个国际时事 办公室里呢挂着一大幅的那个 呃世界大地图 他就指着这个地图啊跟雷光汉说 哪些国家是我们苏联的盟国哪些是苏联的朋友哪些有我们苏联的驻军 他就跟这个雷光汉说你看这世界上到处都有我们苏联的部队 完了这个 雷光汉呢也指着这个地图就跟他说哎你看这美国日本中国这一条线一连起来不就把你们在太平洋给封死了吗 你们也打不到美国啊 美国他能够从他的在这个日本的基地就能打你们 你们住在国外的这个部队再多你也只能镇住一个国家你镇不住全世界啊 就他说完这个呀哎这监狱长还真思考跑到那个地图前面啊想了半天 雷光汉在这个塔什干呢被压了七天 然后呢又坐着这个种司徒雷平的这种球车回到了阿拉姆图 关进了这个哈萨克斯坦KGB的那个总部的监狱 哎呀昨天晚上没睡好 第一次 吃了药了以后的第一次又开始失眠 嗯 坐了七个月的这个KGB的牢 雷光汉这一路走来啊 他就觉得反正是KGB的监狱应该是最文明的 呃犯人呢都有这个球服穿 内衣外衣什么大踢鞋什么的啊你跟那个外边的工人的工作服都一模一样 监狱里边呢每天都会有人来洗地板擦桌子两次呢到这个马桶 嗯当然了这些呢都是囚犯啊轮流之日 每个星期还会大扫除一次大家一起动手 呃允许你洗澡呃 淋浴呢也是热水的 甭管你是大病小病啊只要你报告马上就会给你去医治 这个监狱啊他发给的这个犯人啊他发的不是牙膏是牙粉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牙膏的那个皮他不是那个金属制成的吗 他怕你给磨成刀片了 所以呢这个雷光汉啊有那么一段时间啊他没牙刷 他只能拿那个毛巾啊包着这个手指头站上这个牙粉刷牙 每个这个求使里边墙上啊都贴着这个监狱的规矩 呃犯人比如说犯人称呼看守呃和这个 点狱长一律都是长官公民 呃完了呢称自己呢就是囚犯公民 但是呢就那意思你还是公民 在这里啊雷光汉确实没有见过犯人挨打挨骂的 火食呢虽然没有那个在土库曼的时候那么好啊 但面包你肯定是吃不完的就是说你不会饿肚子 发你的那个墨盒烟啊也抽不完 就还没等你抽完呢又发了 每月呢还允许亲属啊给你送一次这个食品啊日用品什么的 呃不管数量他就是重量不能超过两公斤 1957年的时候啊雷光汉那时候不是被化成右派了吗 呃当时他是因为什么要按比例这个北大历史系学生中啊 右派都已经满园了 因为这个雷光汉的这个反额言论呢讲的都是历史事实啊 所以这个同学们都觉得哎呀这个心里边就觉得他这个问题 不算什么事啊就不应该划分因为这帮人都是学历史的嘛 历史系的这个委员会啊认为呢可化不可化啊 可化也可不化 党支部的成员也大多数都反对 只有一个呃姓孙的 这个调干生什么叫调干生呢 就是他原来啊是国家干部 后来呢调到学校来当学生 呃大多呢都是比如说是党员或者团员 就这家伙坚持要把他化为右派 雷光汉后来想啊他为就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坚持 可能啊是这个雷光汉有一次啊就嘲笑他 说他不懂古文 呃也不会写对联 过年的时候呢呃就把那个标语口号当对联贴在宿舍大门两边 呃这个人呢就受不了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当时啊雷光汉呢跟这个班上啊 唯一的一个女党员 亲若姐姐弟 俩好得不行 这个人呢 肯定眼红 因为啊他可能认为什么呢 这党员应该 跟自己好啊 怎么能跟这么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好呢是吧 后来啊这个孙某还写了一个呃 同情右派分子的这么一个鉴定放到了这个女党员的档案里边 让这个女党员再没有机会翻身 人性啊 文革 真的 市面 照妖镜 牛鬼蛇神 全都现原形 雷光汉啊呃 以前在这个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 就是论这个林泽徐在新疆的事迹 引用其忧心国家的诗句 正是中原新诞日谁能高枕作为最图苏 结果呢在这个批斗大会上啊就被骂成了向党发出的毒箭 啄啄逼人 这个雷光汉啊有口难辩 这个呃 林泽徐啊这个图苏啊是一种酒 结果呢就让这些人呢给理解成了屠杀苏联 这种文革这种事可多得很 葛伟会啊呃有一个人呢还跑到这个伊犁的卫生学校 逼迫雷光汉的这个未婚妻化清界限 断绝关系 哎呀雷光汉回想起这个他就觉得就在这个苏联坐的这个牢啊轻松的多 他呢在这个单人牢房啊 他呢在这个单人牢房啊只待了三天就给换成了一个三人间 嗯跟他同牢房的呢是两个俄罗斯的青年 一个呢是在阿拉木屠杀人了 另一个呢是这个吸毒的 一般啊在这个KGB 这个监狱里边关的那都是重刑犯 呃什么杀人犯啊犯毒的 还有这个外国的间谍 嫌疑犯 政治犯 还有就是贪官 关押呢也都是就是 呃两个人或三个人一间 因为什么呢他不想让你人多聚在一起 怕呢互相啊 串通点什么信息什么的 审问这个雷光汉的这个预审呢 嗯 其实跟他那个上次审的呀在同一层 但是呢不在同一房间 这一次的规矩啊就 跟上回就不一样了 因为上回只是嫌疑犯 这回他就是犯人 预审员呢和这个翻译还做的老地方 哎完了以后呢这个他原来做的那个地方啊 就做了一个书记员打字机呢来记录这个口供 这一次的翻译啊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俄混血儿 三个审问官啊态度都还挺和蔼的 嗯时不时的呢还跟他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什么的 这帮人其实心里边也知道这个案子没什么复杂的 所以呢就想呢尽量的把这个案子做的简单一些 嗯并对这个雷光汉呢有利一些少叛免 这个翻译啊小时候在这个海神碗上过中国的私塾 古文呢修养也很不错 30年代呢他随他的父亲呢回到了这个乌鲁木齐 在一家这个汽车修理厂做工 50年代回到了苏联 嗯现在呢他大概是这个KGB大楼里边啊 嗯中文水平最高的翻译了 但是呢他官显很低 嗯可是啊牛逼是什么呢 他见到比他级别高的这个长官进来啊 从来不站起来 就这么几个月的审问啊 KGB啊其实就想弄清楚一件事 就这个牛水的身份 还有这个牛水的意图 就是为什么他组织了这次外逃 却又告发了他们 你就想啊这个做密探啊 没什么好结果 告密者你到哪儿 人家也不会信任你 你这次能做 做了你被判了 你下次还会被判 他们呀就这个 欲审的这帮人啊就把这个 他们两个人交往的每一个细节都问到了 你想那好几个月啊 刚开始的时候呢 雷光汉确实是对这个牛水啊 气愤的不行 骂这个孙子就行为卑鄙用心不良 后来呢大概骂的气都出去了 回答的时候呢也就理性多了 这个玉审官就问他说你这个1949年这个牛水 还是一个小娃娃吗 他父亲离家出走 他怎么知道他父亲是去了台湾呢 然后又问既然他的父亲去了台湾 中国是最讲究阶级成分的 这个人民解放军怎么会吸收他当兵呢 他父亲当过国民党时代的法院院长 是有案可查的呀 为什么他们家的阶级成分会被划成城市平民呢 哎呦这些问题给连光汉都问懵了 他没法回答他也不知道 但是呢他自己心里边能感觉到 KGB已经在开始怀疑牛水是中国间谍 他想做这个打到这个KGB内部来 那如果他是中国间谍的话 他就死路一条了 尽管这个牛水啊确实是设了圈套 让这个雷光汉呢进了监狱 但是呢他自己呢不愿意用这种同等的手段呢 去报复这个牛水 所以呢他就回答说 长官你想想啊 如果牛水他真是中国派过来的间谍 他不会这么轻易的暴露自己的身份的 我和刘万瑜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也不是中国非要除去的人 他出卖我们这两个小人物 完了后把自己给暴露了 好像划不来吧 后来呢确实半年以后 牛水啊真的被这位预审官给定成了中国间谍 再说啊就关于他们那个雷光汉写的那个中英俄那个三种文本的那个声明 这个预审官就问这俄文谁写的呀 完了这个雷光汉说 就在汽车站找了一个俄罗斯的女盲流 给了他十路步 他给我修改了以后 完了以后还帮我抄了 预审官就坦然的说 嗨这个女人教育程度可相当高啊 字也写得非常好 看来是上过大学的 雷光汉啊 一直担心自己的这次逃亡啊 会牵连到妈呀 但是在整个七个月的审论过程中啊 预审官就问了一次 说听说你们坐汽车火车外逃的时候 还有一个女人陪着你们 雷光汉说没有没有 哎 这些人再也没有提这个女人的事 嗯 雷光汉后来出狱里后啊 呃 又被发辟到别处啊 但是他后来跟妈呀见过一次 妈呀当时说呀 他回来的时候挺顺利的 而且呢 KGB从来没找过他 不会是因为他爸是警察吧 除了这个放风时间啊 在这个阿拉木图这个KGB这个坐牢 早着七个月啊 呃大概是雷光汉一生中最悠闲的时间 呃就放风的时候能看到天空 晚上呢就只有一盏灯 除了思想 除了思索 什么都不属于自己 呃到了十月吧 这个监狱的这个暖气呀就开放了 哎呦这个监狱里边啊 装了一个一个那个用那个铁丝网罩着的一个特别长的一个暖气管 温度高的不行 这个整个冬天啊 这个在囚室里的犯人只能够穿衬衣 哎呀 结果就说呀 监狱官啊 有时候啊 嗯也会问他一些关于这个呃中国的一些事啊什么的 反正就没事聊天 像七个月的审问 十月一号中国国庆那天 这个提审结束的时候 这监狱官啊还送了他几个大苹果 说呢祝贺你们节日快乐 呃完了以后呢 顺便跟他说了一句 哎知道吗 你们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那个组长陈伯达被打倒了 哎呀 真是不知道你们这到底要干什么呀 哎这个雷光瀚就调侃的说 我们的毛主席是天才的战略家 他什么都有先见之明 他一切都安排好了 要打倒什么人都会按照他自己的战略 安排一个一个的来的 哎这个预审官啊就翻出来一个中国文革那个大词典 一个一个的问这个雷光瀚对这个文革风云人物的呃自己的看法 嗯这雷光瀚说哎呀 哎呀就说这个陈伯达吧 我是知道是毛亲口御丰的党的理论家 我呢读过他写的两本书呃呃 我呢读过他写的两本书呃 比如那个窃国大道元世凯和人民公敌蒋介石 听过他一次报告 一口的福建吐话 一句也没听懂 但是他很有学问 但是呢 十股不化 没有什么新见识 姚温元嘛 他的文章不少 是个很能举起大棍 敲别人脑袋的那种文坛杀手 张春桥嘛 我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 知道这个人的 当时啊 他在这个人民日报上发表 那个反对资产阶级法权 主张废除工资制的 他要在这个全中国啊 搞这个全民供给 他的这个思想呢 一下子迎合了这个毛的主张 这个弃本渝嘛 是个才子 文章写得不错 笔端呢 包含热情 当然他也是很迎合毛的 左的思潮的 哎 这个玉审官啊 没事就跟他聊八卦 说哎哎哎 你知道吗 毛泽东是江青的第四任丈夫 你知道吗 雷光汉一听 还真猛 他真不知道 好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下期见